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研究指出,幼儿园大班生小一、小一生小二以及小六生七年级的暑假是孩子发生近视的三大高峰。 规律试检以及正确用眼是儿童视力保健的维俄法则,而远视储备量也就是远视度数,是对抗近视的重要指标。 建议国小低年级应有100度的远视度数,而中高年级则至少应有50度以上的远视度数,才能有效对抗近视的威胁。 那中高年级的小朋友可以有50度的远视,这就是所谓的远视储备量,如此才能有办法对抗近视的威胁。 那最近在开学前有小朋友就回来开学前的检查,那这是一个小水,九岁的小朋友,他四月的时候他的度数是平均是200度,到了八月中以后,他八月十几号来,开学前的检查,发现到他的平均全会当量是250度,所以在这个四个月当中,他就增加了50度。 那这样子看起来,平均一年可能会增加150度,因此他到了小学毕业之后,会有到700度刚不近视的危险。 根据卫生局111年分析学童用眼行为资料发现,近距离用眼及户外活动少,是国小学童近视的关键原因,呼吁家长与小朋友谨记护眼密码853240。 发展出广博320,853240,可是其中里面有两个是最重要的,一个就是近视近视,就是看得太近了,如果我们看近的时候,少于30,35公分呢,会有四成非能近视的可能。 那如果户外的时间不够呢,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会增加三成的这个近视的机会。 因此呢,我们在探讨了一期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九名,二年级学生追踪两年之后,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数据。 所以呢,我们第一个是要帮忙孩子不要看得太近,他之所以会东倒西歪,然后那个就是看得太近呢,很有可能是他的核心肌群训练不够。 因此我们发展出爱眼的元气操,以及看地球的运动,就能够让孩子的这个腰腹的力量能够增强。 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户外的时间不够,那我们发现说,他只要在户外多一个小时,就会减少两%近视的这个机会,觉得很重要对不对? 而且呢,我们到户外,他呢,爸爸能够减肥,妈妈能够补盖,孩子还能够长高以及护眼,是不是全家都很好的一个活动呢? 为鼓励家长及孩子善用护眼护照检查,自主管理势力健康,卫生局特别办理爱的鼓励一起来,护眼护照检查抽奖活动,涉及或就读台北市国小学童,即日起持护眼护照或护眼卡,至165家合约医疗院所完成专业势力检查,均可获得抽奖机会。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。